大家好,我們是豐東國民中協,一年實習班,我是陳佑均 我是陳英山,我是蔡詠謙,我是秘密華麗,我是小明台 那請問一下我們這次感受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通廁所的時候會聞到異味,垃圾亂丟,沒有到 上單後的時候也沒有充足,工具的擺放不整齊 因此我們發行此活動,讓大家在上廁所的時候保持愉快的心情和舒適 請問一下我們用的哪幾種方法呢? 一是製作海報,製作海報的目的是為了讓人知道公廁整潔的重要性 二是募款,又我們以小點心賣給全校師生,以及戒指募款可以去買清潔用具,清潔劑 請問一下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遇到什麼困難呢? 我們有遇到工具不足,然後還有同學之間會有小小在那個打掃時候,我們會有意見上面的不合 還有同學的那個掃地的經驗會不足,所以我們就要再加強 那請問一下我們是如何克服這個困難呢? 在掃地工具方面我們有向衛生組申請掃具,還有兩位老師製作五毒的清潔劑給我們 還有一桶菜瓜布,讓我們能夠非常快速而且便利地來使用 我們用了哪些方法將這次的改變故事分享出去? 我們有做口頭報告,還有做海報,讓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我們這次活動的目的 也用行動來證明我們 也用行動來證明我們 也用行動來證明我們的堅持 請問一下我們是,覺得用哪一種分享方式影響力會最大? 我們覺得用行動來證明分享力最大 因為用行動來證明代表我們自己也有想做的意願 然後用行動來證明我們的堅持和想法 經過這一次的行動,那經過這一次的行動那些被影響的人他們有什麼回饋提醒的呢? 我們發現更多人願意去清潔和注重廁所的整潔也都有沖睡 然後上廁所的時候都很衛生,非常有習慣 那我們在這一次的活動發生後我們的感想是 我們覺得最近的廁所真的變得乾淨許多 那我們也學習到了如何自己排解紛爭 並且用自己那微弱的力量去幫助其他同學 然後我們也感受到了老師想要教導我們這次的熱心的態度 那我們非常感謝最近的同學上廁所時沒有再把垃圾亂丟 並且上完廁所都會保持清潔,讓下一個去上的人呢可以一樣 改變世界從我們開始,we can do it! 和中國學習說她的地圖